宗教界瘋狂地抵挡定罪全能神 恶行累累 已经成为敌基督的顽固堡垒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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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巴比伦大成 怎能不遭到神的毁灭呢 阿们 阿们 正如全能神的话说 世界再倾倒 巴比伦再瘫痪 宗教之界啊 怎能不因 我在地的权柄 而灭亡呢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该看清楚 宗教界抵挡神的历史 起码从律法时代末期 就开始了 恩典时代 神第一次道成肉身 显现做工时 宗教界 就早已被法利塞人 敌基督所控制 成为主耶稣 做救赎工作的敌对势力 是 是 末世 末世基督 全能神 全能神显现做工 宗教界 还照样于神的末世审判工作为敌 不仅疯狂地定罪 亵渎全能神 还配合中共撒旦政权 迫害镇压全能神教会 是 犯下了 将神重定十字架的 滔天罪恶 阿们 不仅主耶稣 咒诅了法利塞人 揭露了宗教界的黑暗 全能神 做末世审判工作 也照样揭露了 宗教界的牧师领袖 抵挡神的实质 是 并且咒诅了 把神重定十字架的 这些敌基督拜领 阿们 这实在发人深信 是 神两次道成肉身 都定罪 咒诅了宗教界 说明了什么 这让神选民 终于看清了 宗教界大巴比伦 必然倾倒的事实 阿们 是 宗教界名义上信神 但从来没有真实的高举神 见证神 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他们没能把神选民 带到神面前 更没有带进 实行经历神话 达到明白真理 认识神的信神正规 宗教界的领袖 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 他们自己不实行真理 而是传讲圣经知识 神学理论 来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崇拜 把宗教界的信徒 都带上了法利塞人 假冒为善的道路 坑害断送了神的选秘 而宗教界的领袖 也都成了撒旦的工具 成了货真价实的第一季度 阿们 在神拯救人类的三步做工中 神两次道成肉身 做救赎人类 拯救人类的工作 整个宗教界都与基督为敌 成了神拯救人类的 拦路虎绊脚石 触犯了神的性情 都遭到了神的咒诅惩罚 阿们 正如启示鲁预言说 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叫万民喝邪淫 大怒知酒的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阿们 哀哉 哀哉 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阿们 对呀 宗教界就是打巴比伦的 对 咱们得赶紧脱离宗教界 不然要遭神惩罚呀 是啊 我们得赶紧摆脱牧师长老的迷惑控制 免得与他们一同被毁灭呀 就是啊 咱们得赶紧脱离宗教界 不然招生成了 弟兄姊妹 宗教界疯狂地抵挡定罪全能神 恶行累累 已经成为敌基督的顽固堡垒 阿们 是啊 宗教巴比伦大城 怎能不遭到神的毁灭呢 阿们 神的公义性情 神的全能智慧 在末世毁灭撒但邪恶势力的时候 都向人类显明了 阿们 大灾难以后 神就会公开向人类显现的 阿们 感谢神 是啊 感谢神 感谢神 弟兄姊妹 凡是不接受全能神 漠视审判工作的人 他们在宗教里 无论怎么持守主耶稣的名 怎么谨守圣经 持守十字架救恩 持守宗教仪式规条 怎么劳苦做工 受苦付代价 如果不悔改 归向全能神 最终 都将与宗教界 一同轻浮灭亡 是啊 这是神早已命定好的 谁也改变不了 阿们 其实陆预言中 神早已呼唤神的选民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赞要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走去就会发 是 弟兄姊妹 我们再来看看 全能神是如何定罪那些疯狂 抵挡神的敌基督 以及被敌基督 所掌控的宗教界的 好 好 全能神说 基督 末世来到 是要向所有 凡是真心相信他的人 来供应生命的 你不能承认 而且还定罪 或亵游 或加以逼迫 那你 定规就是 永世都被焚烧的对象 是永远 不能进入 神国中的人 因为 这基督 本是圣灵的发表 是神的发表 是神 在地之工作的 托付者 所以我说 你不能接受 末世基督 所做的一切 那你 就是 亵渎圣灵的人 亵渎圣灵的人 该有的报应 那是每一个人 都不言而喻的 因为你 抵挡的 不是一个人 你弃绝的 不是一个小小的人 而是基督 这样的后果 你知道吗 你做的事 不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而是犯了 弥天大罪 回想 两千年前的犹太人 将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的下场 犹太人 被赶出以色列 逃亡到世界各国 很多的人 被杀戮 整个民族 遭到了 前所未有的 亡国之痛 他们将神 钉在了十字架上 犯下了 偷天大罪 触怒了 神的性情 他们 要为他们自己 所做的 付出代价 要为他们自己 所做的 承担 一切的后果 他们定罪了神 弃绝了神 所以 他们的命运 只有是受神的惩罚 这就是 他们的统治者 给国家与民族 带来的苦果 与灾难 阿们 我们都相信 神要做成的事 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种势力 都无法拦阻的 而那些 阻挠神做工 抵挡神说话 搅扰破坏 神计划的 终会得到 神的惩罚 一个人 抵挡神的做工 神会将 这个人 打入地狱 一个国家 抵挡神的做工 神会将 这个国家 毁灭 一个民族 起来反对 神的做工 神会让 这个民族 在地球上消失 不复存在 阿们 当旧世界存在之时 我要向列国 大发烈怒 颁布 向全宇 公开的行政 谁若触犯 将遭到刑罚 我面向全宇 说话之际 所有的人 都听见我音 即看见 我在全宇之下的 所有作为 违背我意的 就是说 以人的作为 与我相对的 在我的刑罚中 倒下 我要将天上的 众星 都重新更换 太阳 月亮 因我 而更换 不再是 往日的天 地上的万物 重新更换 因我的化 而成就 全宇之下的 列国 都重新划分 要更换 我的国 使在地的国 永远消失 而是敬拜 我的国 凡数在地的国 都要被毁灭 不存在 全宇之下的人 凡数魔鬼之人 都被灭没 凡敬拜 撒旦之人 都在我的焚烧之中 倒下 即除了现在 流中之人 将全部化为灰烬 宗教之界 将在我 刑罚列明之时 而不同程度地 回归我国 因着我的作为 而被征服 因为其都看到了 驾着白云的圣者 已来到 所有的人 都各从其类 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 而受各种刑罚 若是抵挡我的 都灭亡 而在地 所作所为 不涉及我的 因着其表现 而存在地上 受众子 子民的管辖 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 在地发表 我亲口之声 宣告 我的大功告成 让所有的人 都亲眼目睹 阿们 人的王太有权了 弟兄姊妹 全能神的话语 句句都是真理 带有权柄 带有能力 完全显明了 神的公义 威严 劣怒 不容触犯的性情 阿们 那些抵挡神 打岔搅扰神 做工的人 必然将遭到神的 惩罚和报应 阿们 律法时代 索多马城的百姓 公然否认神 抵挡神 直接触怒了神的性情 被神全部毁灭 化为乌有 恩典时代 犹太教的祭司长 文士 法利塞人 他们公开 抵挡定罪主耶稣 并勾结罗马政府 将主耶稣 钉在了十字架上 犯下了滔天大罪 触怒了神的性情 整个民族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亡国之痛 末世 宗教界的牧师领袖 他们大肆 论断 抵挡 定罪全能神 甚至配合 勾结中共魔党 镇压 抓捕 迫害 传国度福音的 弟兄姊妹 没错 早已犯下了 亵渎圣灵 将神 重定十字架的 滔天大罪 他们的恶行 比索多玛人的 更深 比犹太 法利塞人的 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 他们 正是被神 漠视做工 所显明出来的 敌极度 是有史以来 抵挡神 最严重 最疯狂的 宗教邪恶势力 宗教界 完全就是 抵挡神的 邪恶势力的 极大成 是敌基督 恶魔的巢穴 是与基督的国度 分庭抗礼 势不两立的 坚固堡垒 是与神 顽固对抗 誓死为敌的 撒旦阵营 宗教界 真是太习惯了 是 真该不是毁灭 神的公义性情 不容触犯 神的圣洁 不容玷污 阿们 神的漠视做工 是开辟时代 更是结束时代的工作 是 被大大小小的 敌基督恶魔 掌控的宗教界 以及这个邪恶的世界 马上 将毁于 神漠视所降的 大灾难中 阿们 神公义的惩罚 已经临到 阿们 正如全能神的话说 三百一十七页 世界再倾倒 巴比伦再瘫痪 宗教之界啊 怎能不因 我在地的权柄 而灭亡呢 谁还敢被你 抵挡我呢 难道是文士吗 是所有的宗教官员吗 难道是在地执政掌权的吗 是天使吗 谁不因我身的权备完满 而庆贺呢 在万民之中 在万民之中 谁不因我 而宋阳不息 高兴不止呢 地上之国 怎能不灭我 地上之国 怎能不倾倒 我民 怎能不欢呼 怎能不欢庄 阿们 感谢 阿们 感谢 世界再倾倒 巴比伦再开欢 好的 咱们 四场 里 皈 但是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